1月15日,广东顺德某国资公司一部门领导疑似婚内出轨女同事,涉及婚外情的作风说明材料在网上流传,引发网友关注。 1月16日,广东顺铁空股有限公司发布情况说明。 1月15日,网络上出现反映公司及下属企业员工黄某、张某作风相关问题的信息。 公司对此高度重视,并于当天迅速组织相关部门成立调查组,同时暂对涉事员工停职进行调查。 公司将对有关问题线索展开进一步核实调查,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措施。 据此前报道,一名女子自称为广东顺德中心城区城市管理有限公司,封控合约部主管黄某的前妻,举报材料详细阐述了她与黄某相恋,结婚,以及黄某与部门同事张某出轨的过程,其中或涉及作风不正问题,她请求纪检部门介入。